各位朋友大家好 志豪要来跟你分享 一般业务人员或是营销人员 他会碰到的挑战是什么 第一呢 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做开场 所以呢 不懂得做开场的朋友呢 当他跟客户互动的过程 他会没有办法聚焦 他整个营销的过程里面 东聊西聊 东聊西聊 就是聊不到他要聊的主题 所以一个好的开场技巧 可以帮助你 让你跟客户能够聚焦 让你的时间都能够花在 客户愿意花的这个时间上面 所以很多人不懂得开场技巧 那还有一些人呢 不懂得提问技巧 也就是在行销的过程里面 他根本没有问问题 所以呢 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通常这样子的营销人员呢 客户会很讨厌你 为什么 因为你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 你根本都不了解客户的需要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懂得如何提问 提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 还有很多营销人员 他不懂得讲提案技巧 就不懂得去说明他的产品跟服务 也就是说他只会说 我的产品有多好多好多好 你的产品可能有一百个特色 有一百个好处 但是呢 你不用一百个都告诉客户 如果你能够先问对问题的话 针对客户所需要的 然后呢 去满足他 去跟他说明 这样子就够了 举例来讲 我的客户 他想要买电脑 那电脑呢 可能有一百个两百个 甚至更多的功能 你需要每一个功能都告诉他吗 不需要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要先问他 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你这一次购买这台电脑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你先了解客户的目的 了解他的需要 再针对他的需要 来提出你的产品服务有多好 这样就已经非常棒了 你不用把一百个 一千个好处都告诉他 所以很多营销人员 是不懂得怎么样去 介绍自己的产品的 有学过跟没有学过 差非常多 再来呢 很多的营销人员 他只会想说 很难成交 很难完款 很难收钱 其实成交呢 像呼吸一样自然 像呼吸一样自然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营销的过程里面呢 成交是水到渠成的 但是成交呢 也是有技巧的 再来很多客户呢 很多营销人员呢 死在哪里 死在一开始的销售 当他讲完说 哎你好 我今天是要来拜访你 我公司是从事什么服务的 刚讲完 甚至还没有讲完 客户就说 我不需要 这个我很买 所以这样子情形发生的时候 那营销人员 你有再好的产品跟服务 你也没有办法跟客户互动 所以如何客服一开始 客户的给你的这个挑战呢 我们叫做 客服客户不关心的技巧 再来 就是很多人是不懂得 如何跟客户做互动的 所以谈话的过程 其实沟通 沟通 就是一个双向的交流 有的时候是客户讲 你听 有的时候是你讲 客户听 所以呢 他要有一个好的互动 所以很多营业人员 或是营销人员 他是不懂得 怎么样做互动的 所以呢 互动技巧 可以让你跟客户的谈话 很顺畅 那志豪呢 期待透过我们的 完美营销 实战技巧 来跟大家分享 能够帮助你 克服你的困难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吗 祝福你